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是这个熟悉的地方 也是溥仪的伤心地 毕竟有家不能回的滋味 确实让人难受 有一次 一起工作的同事 邀请溥仪去逛故宫 万般无奈之下 溥仪随着大家一起去了 可到了故宫门口 几人却被拦了下来 随行的人赶紧去售票处买票 买完后 随手再给溥仪一张 溥仪看着手中的票 太热目击地说 这不就是我以前的家吗 我回自己的家 还得买票啊 随行的人赶紧和他解释 现在是新中国了 故宫也对外开放 为了维护他 必须要收门票的 溥仪点点头 跟着他们进去了 要知道 故宫本是溥仪的家 当他站在人群的队伍里排队时 是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感想的 那份失落 惆怅 伤心的没落 没有体会过的人 是无法理解的 当时溥仪检票进故宫时 周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非常惊讶 大家几乎都认识他 所以都围过来看他 都想看看这位末代皇帝长什么样子 随后 溥仪参观过程中 也有两名工作人员陪同 因为当时 故宫负责人表示 溥仪这一次回一家参观 万一看到什么东西触景深情 或许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甚至会破坏故宫文物 所以招两个人陪着他比较好 实际上是见识他的一举一动 溥仪尽管不愿让人跟随 但也不能明确反对 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于是溥仪一边参观 一边回应少年时的光景 故室还向两位工作人员介绍 说他小时候存在这边屋子里过囚 在那边屋子里责骂过太监 在某处跟皇后婉仁一起赏花等等 两位跟随人员听得倒也十分来劲 他跟同行的人介绍着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 当走到光绪地的宫殿时 故意一眼看出挂在墙上的照片 并不是光绪地的 同行的人赶紧叫来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并且希望能够将照片换回来 但是工作人员却强硬地告诉几人 照片是专家给的 不可能出错 见工作人员不予以更换 故宜当下就要见见所谓的专家 在一片争吵中 专家终于慢悠悠地出场了 故宜对着专家说 同志 这个照片并非光绪地的 麻烦你更换一下 专家不在意地回答 我研究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弄错 如果不是光绪地 你告诉我是谁 看到专家这样的态度 浦仪非常生气 这是我爸 纯亲王 专家顿时知道了浦仪的身份 闭口不言了 后来专家请求浦仪帮忙看看 哪里还有问题 一行人在故宫转了许久 便在御花园坐着休息了 可没想到居然有许多人 渗出了浦仪 并且围着浦仪 说了很多话 甚至有人调侃到 你觉得 青鸾宫里的龙椅坐着舒服吗 浦仪无奈地答道 我当时才三岁 哪里知道这么多呢 之后很多年里 浦仪再也没有去过故宫 也许是担心触景深情 也许是为了避免尴尬 可这个作为家的地方 也是浦仪心中唯一的牵挂了 她的一生波折不断 经历过大起大落 最后也能接受平平淡淡 从皇帝到与我们一样的平民 她接受了现在的安逸 虽然没有了荣华 富贵 权力和后宫家力 但她拥有了简单与憨意 看官们 了解了那么多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末代皇帝呢 下面为大家讲了一件 关于从溥仪手里流落的国宝的故事 专家看了这件国宝后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劝持有者立马上交给国家 而拥有者的结局也让人错愕 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 我国广东的一位七十岁的老人 找到了当地的文物部落 希望专家能为他鉴定一个祖传的金碗 老人说 我家的金碗 剧组上的人说 是中国最后一任皇帝 爱情九罗普仪的御用碗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 这位老人的片面之词让人很难幸福 所以就找了专家来帮他建立这只碗的年代 这大清国的皇家碗 到底是怎么落到这位老人的手里呢 让我们来寻根秘迹 晚清时期 清政府越发的败落 光绪帝去世后 三岁的溥仪 莫名其妙地当上这一皇帝 谁都知道 三岁的小孩没有能力处理国事 溥仪只不过是慈禧手中的提线幕后 他说什么就得做什么 皇帝 本是很多人向往的东西 溥仪当上皇帝 却只是悲剧的开始 离开了父母 缺少了关爱 宫中没有其他情人 每日与溥仪相见的 都是宫女太监 她的童年是孤独的 从三岁开始 就进了继权大清国的皇帝位 但是在六岁的时候 又被袁世凯 纠战雀成 在爱心角落退位之后 根据当代中华民国 优待大清皇室的政策 此进城还是皇室的领土 溥仪在里面依旧是皇帝 在爱心角落溥仪快吃年的时候 就到了那辈子的年纪了 就要为自己的未来 规划好蓝图了 那时候 溥仪暗中联系各位亲王 准备光复清朝 结婚大典需要钱财 给太监和宫女的用度 也需要钱 维持紫禁城的运转 需要大量的钱财 民国政府给的那点 根本不够用 所以 清皇室 就暗中留出一些宝贝 拿出去拍卖 为了充实国库 为了溥仪的复国计划 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 可惜 天不由人 溥仪的计划失败了 而且那些紫禁城里的皇室宝贝 几经流转 早已不知踪迹 但当时 这些珍宝 其实并不是完全拿来拍卖的 有一部分珍宝 是被用来当作国家宝库 作为溥仪的光复计划的底蕴的 皇宫里的宝物 都是历代皇帝几经流传下来的 随便拿出一件 都是数一数二的极品 溥仪在皇宫的最后几年 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她频繁进出皇宫的藏宝阁 名义上 是要调阅皇宫宝物 私下里 就是想尽方法 尽可能的把这些宝物 运出皇宫 所以 一部分宝贝 被拿来拍卖了 大部分的国宝 还是被当时的溥仪新妇 溥杰藏了起来 这其中的珍宝 大概有一千多件 而且 都是价值上益的东西 但是后来 溥仪被赶到了东北地带 士北人将溥仪软禁起来 将它立为了 维满洲国的皇帝 而这批珍宝 依旧在溥杰的手里 它也是因为这批珍宝 获得了大量钱财 在当时的上流社会 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普洁死后 这笔珍宝下落不明 一部分宝物流浪民间 被老百姓收藏了起来 后来有时 常会有老百姓拿出 亲公宝物让专家鉴定 其中一部分 就是当初在转移途中 不适一失 后来流落民间的 而这位老人的这个古董 经过当代文物级的专家 鉴定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只金碗 应该就是普洁 当时流出来的皇家运用碗 而且这只金碗 后面还有烙印着四个大字 鲜筒一支 这纯金打造的碗 本来就不多见 再加上碗上面的佛莲 还有这鲜筒皇帝的御用称号 基本上可以肯定了 这就是清朝皇室的御用 为了确定真实性 专家还用仪器 进行了年代分析 发现确实是宣统年代流传下来的 经过专家的一番鉴定 老人也明目了 这只碗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而且是国家的宝物 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可惜了 所以老人很豪气 把今晚 尊献给了当地的文物局 为了嘉奖老人对国宝的贡献 当地文物局 特地向上级 申请了两百元奖金和一面锦旗 虽然老人已不在人设 但是 他的家中依然将锦旗挂在最显然的位置 对他来说 如此重要的宝贝 只换了两百元和一面锦旗 观众们 你们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